欢迎收看苗娱乐 肖战有多想远离私生 大家都清楚 曾经的他为了躲着群人 甩掉一堆跟车的 将车开进派出所 为了阻止私生肆虐 肖战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布声明 可是实际上 自从肖战火了之后 无论是他的日常生活还是禁组拍戏 都免不了私生的存在 于是他只能被迫高冷 否则他将被私生淹没 被堵在去拍戏的路上 因为私生为一追堵截 而被迫改签机票 当肖战的装束逐渐不在日系 而是严严实实 不录一丝痕迹 当他口罩 帽子 上衣 裹紧自己时 大家也都认识到 肖战究竟被私生骚扰成什么样了 本以为现入境这个情况 已经有很大改善了 可实际上只是人少了而已 因为肖战在拍摄的险紧致 虽然每天都是同一套私服前往片场 可依旧有待拍记录下 肖战来到地下车库上车的那一小段路 也就记录下了这一幕 当肖战出现 即将到车上时 一个会议女子突然从侧边冲到肖战面前 双手微微打开 即将做出爆的姿势 吓了肖战一跳 索性被工作人员及时拉开了那名女子 肖战也随机上了车 只能说 即使肖战的行程如此密集 如此低调的情况下 依旧有私生的存在 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拉住那女子 肖战就会被她抱住 如果她有任何的坏心思 肖战的人身安全也将得不到保障 现如今 肖战还能走一段路再上汽车 恐怕经此一遭 接她的车就要直接拦在门口处 让肖战直接上了吧 即使是肖战如今的地址 如今的安保情况 依旧阻止不了私生的存在 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 那么 假使肖战下一次出现 身边有更多的安保人员 大家也都能理解 艺人请保镖 防的不是粉丝 没有一个艺人愿意将粉丝想成坏人 可事实则是 私生无孔不入 他们会伪装成粉丝 如果肖战只身艺人 那岂不是很危险 私生问题的确是娱乐圈 所有红火的艺人都要面对问题 不可避免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艺人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加强自己身边的安保力量 给自己做好防线 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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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